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怎么样都当爹了吧 没有没有 你怎么样啊 你们看 怎么样啊 你父母 两位老人 他们都去世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有书信传到我那里 我还知道因为欠债 我们家已经从大房子里搬了出来 现在只剩一间小草房了 是啊 不怕 天无绝人之路嘛 那你回来有什么打算吗 这个嘛 我还没有想好呢 那我们晚上到你家去 一起帮你出出主意吧 好吗 是啊 咱们晚上见 晚上见 我去看 表哥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表哥 这几年你干嘛呢 人家好想你 怎么个想法 你还敢取笑人家 晚上到我家吃饭呢 不了 晚上我还得练功 那好 我明天去看你 别太早 我知道了 爹 娘 我表哥回来了 爹 娘 表哥回来了 他穿戴的怎么样 当兵三四年有没有弄什么功名回来 他穿的 这个 破破烂烂 哎呀 娘 咱们帮帮他吧 哎呀 也没弄过功名回来帮他有什么好处 看在他还是咱们的亲戚的面子上 晴儿 明天给他送二十两过去吧 天冷了 这是新做的被子 你先盖吧 绿文兄弟 我们兄弟也没什么帮你的 钱不多 不过几个刀币 也就能帮你度过半个月的时间吧 你们怎么这么好啊 我真想大哭一场啊 别哭了 别哭了 哭能顶饭吃吗 你们也吃啊 那你想做什么营生养家骨口呢 我爹以前是做烧饼发家的 我也想做烧饼开一间烧饼铺子 嘿 我赞成 自食其力嘛 可 你行吗 怎么不行啊 没当兵以前 家里的烧饼铺子 我什么活都干过 那就好 他要到市场上另一间店铺 最少也得三十两银子 这点银子可不够啊 该怎么办呢 小哥 你不是说明天来吗 我等不及了 这是我爹和我娘 给你的二十两银铺 给麦十两 是我姐姐在的 好啊 好啊 他正想开街烧饼铺 正为缺钱发愁呢 表妹 我要是做不好烧饼铺子 我就 我就一生一世只吃烧饼了 走 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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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稳一下 去吕文家怎么走 吕文 他趟病好几年了 父母生病死了 原先的大宅子 也抵债给别人了 我领你去他的遗仗家吧 多谢 你看 这就是吕文遗仗家了 多谢 这可是吕文的遗仗家吗 是啊 他昨天刚回来 你是谁 我是县衙的 吕文过去两年屡历战功 上面任命他到县衙做武官 要他三天内到任 我看看 快请进来吧 谢谢你 喝点水 谢了 我还要赶回去 你们快去通知吕大人吧 好 吕文啊 我的好外甥 你给咱们家光总要足了呀 你瞧瞧看这是什么 文儿啊 上面已经风靡做武官了 真的不错啊 没看出来你还立了不少战功呢 文儿啊 这是五十两银子 快拿去买两身漂亮衣服赶快上任 是啊 搞什么烧饼铺子呀 怪没出息的 是 谢谢 你们的心意我领了 我 我要做烧饼 不要做武官 为什么 为什么 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不用了 我也没得风牛命 也没染非典 我这人胸无大志 也没想过飞什么黄河 那就要飞黄唐达 就是这个意思 我只想做好烧饼 大家吃得舒服 我也过得舒坦 你怎么这么傻跟你爹一样 你可像好喽 肯定 绝对 一点不差 把我们昨天给你的二十两银子还给我 娘 好 没有 这不是 这不是 就是 万万无情笨人 烧饼铺做好了 不比当务官差 对啊 算我一份 算我一份 也算我一份 算我一份 算我一份 有这么多兄弟姐妹好心人肯帮我 我十分感激 我不想平白无故拿钱 这些钱请诸位取回 过两天 我一定给大家做出最好吃的烧饼 请大家放心吧 哦 不做五万专做烧饼 哦 不做五万专做烧饼 做好事帮助别人 如果能尽心 就算是所施之财 所助之力威为也很圆满 就是满善 反过来 为别人做一件事不能尽心 又时刻想着做的好事 那样所施之财 所助之力很大 也算不上是圆满 只是半善而已